这边没15pm的256G 我要黑色的 有点开 后面都是最位数的 你不要给我改了电池哦 兄弟们先给你们看这个次数 充电次数0次电子效率100 充电次数一次电子效率100 因为苹果15它在电子选项里面 是有显示充电次数 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下 再来循环次数就是一次可以对的上 再来的循环次数也是一次 估计测机的时候有留下来吧 然后初次使用呢是9月份和蛋口说的 就差不多了 这个什么价格说 白色6000 原色白色贵 蛮大 为什么原色白色会贵啊 因为越南一样 都是把价格给倒下来 这台橙色呢还可以 就是尾插这边有点小吊漆 因为客户要求比较高啊 我们这台就把它打下来了 这边还有一台给大家看一下 这台橙色就非常给力 基本上就仅次于心机的标准了 整机无磕笨无划痕 无吊漆 尾插这边是非常的干净 也是没有任何推行的 现在我们要稍微检测一下 这台手机 看有没有其他安兵什么问题 拖动图腰 滑动每个角落 如果屏幕没有失灵断出的话 就代表屏幕没有任何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屏幕 有没有黑帮亮点什么的 打开黑色界面 如果没有发现白色的亮点 我们就换成其他界面 OK也没有黑帮 在整个摄像头是否会聚焦 屏幕15 Pro Max 4800万的相座 非常的高清 再用这张白色的贴子 贴住摄像头 如果没发现黑帮亮点什么的 就代表摄像头没有问题了 还有一个就比较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它面容了 面容功能问题一定要检测 因为一旦损坏 这台机子起码贬值1500以上 而且面容功能所谓的机子 基本上是中摔或者进水 这种机子千万别拿 OK面容碌碌成功 现在我们试一下面容解锁 到底会不会灵敏 OK秒解锁 老板心就要这台拿下 其他一些小功能 问你回去检测 如果有问题 明天还一点 可以 这台你这边有瑕疵我就不带了 Ru Pro Max 250 无锁双卡